Hello大家好我是Nanc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一期又是一个购物分享 我的618那一波买的东西终于海运到了 我是这一次买了11项的东西 接下来的视频大部分都会是一些购物分享 所以大家就敬请期待 然后除了一些618买的在淘宝上的一些东西之外 我还有在各大店商买了一些折扣机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的实惠 而且就是百搭的一些单品 还有一些视频呢 还有护肤品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就话不多说快点开始吧 今天异常兴奋 因为我今天下午的时候要去做一个评秒 做了评秒之后就差不多能有一个星期不能化妆嘛 所以呢我就想今天再送宝宝去跳舞之前 马上拍两个视频给大家看 所以呢语速可能会稍微快一点点 第一个想要分享的呢 也是安娜路易斯给我寄的几件单品 他们家呢我其实陆陆续续带的话都已经差不多能有一年半了 因为是去年年初的时候他们家就有接触到我 然后呢我陆陆续续也有收到一些他们的视频 有一些我也是经常佩戴的 就今天除了说一些他们新给我寄的一些东西之外呢 还想再说一些就是他们的视频 我带了这么久的一些感受啊 还有我最喜欢的一些东西是什么 个人是非常喜欢入耳环的 他们家的耳环呢我觉得舒适度非常的高 因为我的这种耳垂是比较大一点点的嘛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带那种耳钉啊 针太粗的话带到我这里会有一点点疼 但是呢他们家都不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带的非常的舒适 他们家的视频的售后呢原来是一年嘛 现在呢变成了两年warranty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是一个很适合入的一个时机 更口况好像差不多到7C了嘛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多看一下 现在呢想要分享一下 我在他们家最喜欢的几样东西 大家看我带的最多的应该就是这一副 小珍珠的这一个耳钉 这个就是我在他们家入了 可能能有一年半了吧 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我个人呢最近非常的喜欢珍珠类的单品 我是还没有买到特别特别大的那种珍珠啊 但是我觉得呢这种小珍珠非常的好看 就这种mini的珍珠 我觉得会比中号的珍珠显得更年轻一点点 大号的那种珍珠呢可能我平常上班戴 可能有点太过于夸张 这种呢就非常的好 而且你戴一个这种比较mini的珍珠的话呢 你配一个也是他们家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这种小的珍珠项链戴上去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和谐的 就不会让人觉得哎呀你戴太多东西 就是非常低调的一种 这个是这一次我自己新选的 就是这个珍珠手链 我真的很喜欢珍珠类的东西 它都是珍珠配这个金色的 我觉得珍珠配金色就是给人种非常贵气温柔的感觉 所以我很喜欢 而且它的这个手链呢是有调节扣的 就你可以弄这个比较紧的或者比较松的 就是分三个这种长度的 看你自己手的那种粗细 最喜欢的呢就是他们家这一系列珍珠的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我上次好像跟大家分享过了 这一副耳环 这个就是圈下面带一个这个珍珠的嘛 又是珍珠元素的 但是这一款非常好的就是 它的这个珍珠啊是可以拿掉的 所以你会先给大家看一下有珍珠的时候怎么样啊 你看有珍珠呢就是这个样子 很小巧很可爱的 然后呢我把珍珠拿下来 拿下来就变成了一个这种很平常的这种圈的耳环 反正我就觉得两个搭配都很好 因为这种平常圈的耳环呢 也是我日常非常喜欢戴的单品之一 我还有非常喜欢的一个单品的 这个是我在他们家近期入的 上一次购物分享有分享过 就是这一套的这个耳环 就这个耳环金色的 还有这个银色的 这个我真的具喜欢 就它是比较夸张一点点的 但是呢我觉得它戴在耳朵上没有特别特别的重 现在再说一下我这一次新选的一些单品 第一个就是这个珍珠的这个手链 还有个这个手镯 这个手镯就是有点像两个半圈的这种 这样子戴上 也是还挺好看的 对这个手镯整体戴上去就是很有型 戴在我的卡提亚旁边看一下 它就是比较黄金一点的 这个就好像是玫瑰金吧 对也是还蛮好看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项链我也非常的喜欢 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种比较长的这种毛衣链 非常的好看 很随意的一个形状 我今天穿这个毛衣可能有点太花了 所以戴不太出来那个感觉 哦这个长度也是刚刚好的 而且这个真好看 它是可以这样子的 非常smooth的 这款呢我就觉得你是秋冬嘛 你配一个那种黑色的毛衣 配个黑色高领毛衣 非常好看 这个应该也是会进入到我一个使用频率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项链 巨喜欢 就我也先脱下来 因为我今天毛衣有点忒花了 就是呢我看它官网都是建议 每一个视频你用完的话呢 你都稍微的擦一下 擦拭完之后呢 你再把它放到你的那种珠宝箱里啊 或者是放在它给你的这种小袋里 这样子呢就会让它维持的比较好 但是我说句实话我个人放的呢 都是我直接就是放到我 梳妆台的那个首饰展示的那个里面 有的时候呢 我就是比较随意一点点收拾这种东西 所以呢他们家首饰我大部分呢 因为我常带的很多嘛 我都放在一个这个小盘里 然后就放在我的梳妆台上面 也没有什么把它密封啊 抗氧化还是什么 它的这种银的东西 还有金的 我过了这么久就一年多 都没有任何的氧化 或者是变黑的痕迹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的质量是有一定保证的 好了 我现在再说一些别的购买的东西 我准备先从护肤品开始说 护肤品的话呢 最近是买了挺多的 大部分呢都没有使用感 所以就是晃一下 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想要说的呢 就是这个C&B 他们家这个指甲营养液吧 它是那种擦出来有点像油一样的 但是这个呢不是指缘油 它是滋润你的这种甲床的 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贴子都很神奇 说如果呢指甲非常非常的有这种 这样叫什么 这种纹路啊 然后你用了这个之后 它就会长得比较健康 但是这个呢 我连续早晚用了能有三个多星期 差不多一个月了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差别 就是我的指甲 因为前段时间很喜欢做眉甲嘛 然后呢 突然有一次我就生病了 没有办法去换眉甲 我就自己都把它抠掉了 抠掉的代价呢 就是我这些指甲都变得非常的不健康 导致我现在没有办法再去做眉甲 然后我就擦这个 但是我擦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就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善了 来看一下 可能会比我没有擦好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按照我以前 就是以前对于自己指甲的认知来说 我没有擦的话 指甲这段时间的生长 也是跟这个差不太多的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有待考察 没有很喜欢 还有一个智本他们家的特安修护基底液 这个基底液呢 我最近都是在用它 因为我想开个新的基底液试一下嘛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轻薄 所以呢 它用的非常的快 就是很轻薄 我每一次挤都会挤好几包 它在脸上呢 几乎上就擦了之后 可能过个五六秒就完全吸收了 可能因为我擦的比较多 所以它吸收的会稍微慢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擦没有那么多 吸收会快一点点 它有点像更稀一点点的小黑瓶 我个人呢 觉得擦它的这段时间皮肤的维稳 是有稍微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我还挺喜欢的 它那种修复啊 什么的效果 没有太看见 可能因为我最近的皮肤状态 本身就是还行 所以没有什么太需要修复的东西 就如果大醋的话 划算我也是会想要回购它的 OK再说一个这个 这个呢就是我看某一个人推荐的 说用了这个之后呢 给宝宝洗头发 非常的清爽 整个头 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 他都会用这个来洗自己的头发 和自己的全身 我心里想 哇这么多东西的一个人 竟然喜欢用一个宝贝的这个东西 然后就去买来试 哦我的天哪 真的好难用啊 我不知道我是买错了 因为我看他介绍是这个有橙色的嘛 所以特意去买了这款 真的非常的难用 用了他之后呢 头发就感觉像是 没有洗干净 一缕一缕的 同时呢下面呢又没有很滋润 所以这款我真的很不喜欢 这款我真的觉得 他只可以用来做一个身上的洗护产品 真的不是很推荐 好嘞 然后现在说一些别的 还有一个护肤品买的是 上水合肌的这个屏障肌底液 还有一个肌底液是这个 日本的 发特纯 这不知道怎么说这款肌底液 这款肌底液 听说非常非常的好用 所以呢我打算用完这个之后 我应该会去试一下这个 是这个牌子的 他们其实好像还有个爽肤水 听说也蛮好用的 但是我的水太多的就没有入 水太多 下一个就是水 这个爱尔博士 他们家这个微精水 这个我已经是种草很久了 因为它有点像精华水嘛 我个人是很喜欢精华水的 所以我入了一个 这个 还有一个水的呢 这个呢跟我平常常用的就是我很爱很爱用的那一款 scrapping micwash不一样 这款是新出的 但是听说气泡也特别的好 而且呢它是这种很可爱的红色的今年兔年的这种新年限定版 因为我的洗面奶好像是没有多少了 就是我用完了现在加纳宝的那一个的话呢就没有什么了 所以我就很想用一下这个 还有买一个卸妆膏 听说非常的好用哦 HEIR的这款卸妆膏 我都还是没有使用感 我到时候有的话会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还有就是威诺娜他们家的这个冻干面膜 他们家冻干面膜非常的出名 就是我很想试一下 就除了这个之外 最近还有入一个他们家那个修护精华 那个呢我是等到 我做完皮秒了之后 我打算去用一下 看一下好不好用 那这一款我也非常的期待 还有两个YSL的精华 一个是这个叶黄厚黄色的 还有一个是紫色的这一款 这个呢听说是可以让脸胶温蛋白比较碰一点点的 这个就是去角质的 就是可以让脸比较焕然一新的 所以这款呢我会留着就是夏天的时候用 这一款呢就 因为我最近精华特不是最近了 就我一直精华都很多 所以我就想用一下 前段时间买的比较贵一点的精华 用完了再轮到它 好了这些就是我买的一些护肤皮 然后呢现在就开始说一些买的一些服饰类的单品 说着我先说一下我买的三双这种毛袜子吧 个人很喜欢穿拖鞋 就是我冬天的话或者是夏天出门的首选肯定是拖鞋 所以呢为了搭配我的拖鞋 我就买了几双袜子 我在这里是最佳买的 YAMMA 他们家呢我其实最初看中的是这一双粉色的袜子 因为呢这一双嫩粉色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而且我在别的买袜子店好像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粉色的袜子 因为我想要入这个导致我入了这两个 因为他们家好像就是买满三双以上的那个价格才包邮吧 买了个这个 然后买了个稍微薄一点点的这个灰色的这种 这个我觉得可以搭配我爱马仕的凯里扣的那双乐福鞋 还有一个白色的这种羊毛袜 这是很百搭的 因为我的那个上一次那个白色的羊毛袜 我把他的前面这个脚趾头这儿剪了一个洞 所以我就买了这三双袜子 可能东西都比较偏秋天一点点 还买了一个这个 就是这个超bling bling的针织裙 这家店呢他们家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有女人味的东西 这一条裙子呢 它包裹性非常的好 可是我是有一点点小肚子的人 所以我穿这个的话呢 我上面一般的时候会配一个比较宽松的白色 或者是这种深的毛衣 然后下面再穿一个legging 其实这样子冬天穿也蛮好看的 而且虽然它这种bling bling 但是你也不用觉得它会太过于夸张 它是这种中长裙的 它整体的质量 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好的 对得起它是这个价格的 哇真的很好看 就你晚上的时候穿它出去 然后你配个那个毛衣 如果你配个运动鞋的话呢 就会比较casual一点 但是如果配那种平底鞋 我觉得它都是可以hold住的 蛮好搭的一个产品 OK还有买一个这个毛衣开衫 这个买了一段时间了 一直没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韩国一个代购牌子的 MORIA吧 MORIA这款毛衣开衫 这款呢我买了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搭配它 因为我穿呢就感觉怪怪的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毛衣开衫 可能我真的是不是很适合这种风格 但是它的这个拉链呢 这个地方是有个双头拉链的 就是你这样子拉上之后呢 你下面还可以这个样子打开 来造成一个这种效果 但是我今天这样子穿 又感觉好像是还蛮好看的 所以呢我趁着这边还是冬天吧 还是就是比较冷的天气 所以我可能会把它拿出来穿一下 它是价格会比较贵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质感非常的好 你看像它的拉链的这种 都是这种雾面银色的 而且我觉得做得很好 OK现在再说一下 打折剂买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有一些都是没打折 但是我就很想买这个 Loevi他们家的这个白色坦克背心 我的这个是长款 我终于终于买了 因为我想买这个背心 想买了非常久 但是我就一直纠结 就想这个背心到底值不值得这个价钱呢 因为它好像是五六百吧 奥比 所以我觉得为了这个logo买会不会不值得 但是呢我又后来又想一想 因为我觉得夏天穿背心的频率 真的非常的高 就是背心呢搭配什么都好 像我这种比较怕晒的人 我穿个背心 外面配一个那种衬衫 也是非常非常百搭的 而且呢我穿白色背心的几率非常的多 所以我就入了这一个 入了之后呢 我觉得它的面料呢就是那种很普通的那种棉质的背心 就面料不能说它有多好 可是呢它配上它这个logo我真的觉得很好看 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背心的上身图 我觉得它包裹的很好 因为我里面穿的就是那种很正常的胸罩 一般有的时候穿别的背心的话 它都会露出来 但是这个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哦 我里面穿的是肉色 所以可能看不太出来 非常好看 然后呢长度的话就是差不多到这个地方 我买的这个码数呢是X-small 我没有买最小最小那一个码 因为我看到有些人说很紧绷 但是我买了这个X-small呢 我觉得它在我的身上有一点点宽松度了 就没有像网上说那么紧绷 可能因为我上半身比较瘦凶狠 比较小的原因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大家身材跟我们差不太多 我是164然后呢大概是45公斤46左右 然后是上半身比较瘦 下半身比较胖的那一种 大家就可以去入X-small 而且呢我觉得它不是特别的透 所以整体还行 我觉得挺划算的 也不能说划算了 就是我挺喜欢的 还有买了这个 就是Totem 有一个购物分享分享了 我不是买了他们家的这一个的 那个长袖的衬衫吗 然后就一直想买这个裤子 然后呢那段时间又蹲到了 火柴网的这条裤子 价格非常的好 然后我就入了 是这种长裤 我很喜欢的 入了之后 它是这种有口袋的 口袋也是有一定的深度的 所以穿在身上的就是很 潇洒洒脱的感觉 它一套穿起来呢 然后配我的这个白的这个背心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好看 我就很迫不及待的时候 夏天想要穿它 它穿在身上的肤感也是蛮好的 它这种刺绣 刺在身上也是很舒服的 我的这个裤子的码数是32码 好像是最小的 我觉得穿在我身上的那个宽松度是刚刚好的 而且长度也是刚好的 我觉得如果再买大一点点的话 可能就会太长了 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松紧度是还可以的 就穿在我身上不会有紧绷的感觉 我非常的推荐这条裤子 可能会有一点点像睡衣 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休闲 有太多的一个产品 OK 我打折镜呢 就是还有入这一件 Acne Studios的这一件羊毛开衫 这件是男装 上面有一个就他们家标志性这个脸 这个开衫我真的我觉得入的非常的直 因为我看别的地方打折的时候呢 都没有黑色的在打折 然后看到我就觉得 哇哦 真的很划算 这一件开衫呢 它是M码的好像 对 M码的就男生女生都可以穿 穿在我身上稍微有一些些大 就比较大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这种毛衣开衫穿oversize的 感觉非常的好 给大家试一下 而且它是这种薄薄的毛衣 穿在身上不会有很快的感觉 而且它的这个袖子呢 是比较长一点 但是我个人很喜欢这种感觉的衣服 它的长度是这样的 我觉得如果你穿一个比较长的一点的T恤 然后外面再披一个这个 穿一个legging 刚好可以把我大腿最粗的部位给遮起来 而且它是这种大V领的 我觉得V领的话呢 对于我这种脸比较远一点点的新人来说 比较友好一点 而且呢我就很喜欢他们家这个小脸 而且我觉得这个黑色也非常的好看 这一件我知道很多一件 medium的话 我穿的话也是ok 我老公穿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呢打折剂还给我老公来了很多衣服 第一件呢就是这个 APC他们家的这件T恤 这件呢它是这种天蓝色 上面配的这个颜色是这种深红色的 而且是这种磨毛的 APC他们家呢 是我一直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牌子 我觉得他们家的牌子就是那种 比较低调一点点 整体的做工也很好 它的这个颜色呢 是稍微有一点点纹路的蓝 而且上面的这个APC 我觉得磨毛做的还蛮特别的 因为我没有怎么见过这种浅蓝色 配这种枣红色的这种配色 我给他买的这个马式medium 我自己也穿过 也是还挺好看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T恤啊 还有这种毛衣和卫衣 真的是很适合男女朋友 或者是老公老婆共享衣橱的一个单品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 还有买两个爱心 就是AMI他们家的产品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那个小爱心 我老公说你能不能给我买了一些 除了爱心还有狗的一些单品 我买了一件他们家的这一件 黑色的羊毛毛衣 这个呢也是那一次打折 打得非常的厉害 所以呢我就决定入 它是全羊毛的哦 是medium size 我记得我买的时候可能一百 一百多差不多到两百的感觉 非常的喜欢 而且这一件我觉得女生穿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OK这是我给他们买的 还有一件卫衣 我也是特别的喜欢 就他们家的这个毛衣 我穿是没有问题 这个卫衣呢 我穿就稍微会显得有一点点款 因为是它是这种比稍微硬一点点 而且肩膀是这个感觉的嘛 但是这个颜色的卫衣 我觉得特别好看 是这种beige beige的 然后呢配这个小爱心非常的醒目 他们家的这个卫衣里面 是没有那种薄绒的 就是很薄的一件 但是我觉得冬天的时候呢 或者是比较冷的时候 你里面穿个保暖的衣 也是OK的 然后夏天的时候 因为我个人是那种真的很不怕热的人 我很多时候春夏天 我都可以穿这种 然后配个短裤 这个也是完全OK的 这一件呢穿在身上 就是我的身上就没有 那个黑色毛衣那么好看 黑色毛衣会稍微修身一点点 这个就稍微有点推大了 但是这个我非常的建议给男朋友买 他们家的牌子我真的很推荐 我觉得给爸爸买也是OK的 因为差不多到父亲节了嘛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他打折的时候性价比真的很高 而且他们家这种很简单 上面有个小爱心logo的衣服 就是永远都不退流行的 而且打折性价比真的很高 好了今天的购物分享就分享到这里了 也希望大家给我一键三连 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拜拜